Bosco 陰陰濕濕 晚安 二月二十六日陰陰濕濕陪著你有Bosco和雲海 Bosco 今集可能需要出一個我們首先講的指引 本集節目 部分內容不適合兒童收聽 我覺得更加吸引兒童繼續收聽 當然先說了 不適合兒童收聽 如果有18歲以下的青少年收聽 請家長陪同 在雲海會說粗口嗎? 不是 但問題是明明我們講的內容 待會你們會知道為什麼 如果我是一個小孩 應該要知道為什麼 那我聽還是不聽呢? 你們自己想吧 最糟糕就是我們這樣事先聲明 但最糟糕就是我剛才想說的內容節目 就是你扭開心機都會聽到的 所以今集我有一個題目的 題目的名字是有Double Meaning的 我不會解釋為什麼 但是是Double Meaning 我們這集的主題叫做 大氣電波 我的意思是有Double Meaning的 要不要去歌嗎? 先介紹一首歌 因為我上次很高興說過 大氣電波 要不要去歌 很難了 很難了 Bosco開始上頭了 開始來了 因為我要播這首歌 因為為什麼這麼高興 我幾個星期之前 Bosco發現原來在直播室裡面 錄音室裡面 原來是可以播到DVD 再過到電腦系統裡面聽歌 這個呢 雙台都做不到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上網的Cyber 高級的 沒錯 技術一點的 沒錯 我覺得很高興 實在有很多歌 沒有Soundtrack 但是有DVD 我要先介紹一下這首歌 好 這首DVD 是1939年的美國作品 這個叫做At the Circus 因為他們在大陸翻譯了DVD 因為在大陸找到很多舊的美國片 因為他們剛剛失去很多版權 50年後 即是50年之前 就可以翻譯了 任何都可以亂去Cop 但是不要緊 我覺得Cop是好事 因為你可以看回 以前的經典 20年代 30年代 40年代 甚至50年代 60年代 其實應該不行 因為他們只是窄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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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美國的經典電影 有些電視已經不會重播了 包括這個叫做At the Circus 裏面有一首歌 我覺得相當之抵死的 就是叫做什麼呢 他其實沒有正式那個歌名 但是我就叫了他 因為那首歌 他不斷在說 一個什麼呢 即是他的背後背景 就是講一個律師 他回想回小時候 在Circus裏面 就看到一個艷女郎 那個艷女郎就叫做Lidia 是 那這個艷女郎呢 是穿得很sexy 但是全身都是紋身的 所以我們聽這首歌叫做Lidia 那個fit呢 是我們的效果 等到將來有人盜錄這個版本 就知道是踏我們了 因為你的fit是刪除不到的 是 沒錯 其實這套戲叫做At the Circus 其實裏面有很多musical 即是他有很多跳舞 唱歌 其實這套戲挺搞鬼的 即是很低能的 即是那些三十年代那些 以前那些出來 譬如查理卓便靈 即是搞笑的 是搞笑的 即是低能的搞笑 即是說低能的 總之好像低級趣味 但那時候很好笑的 但是是很有幽默感 即是你可以幻想就是三十年代 已經有人在美國拍黃晶式的電影 其實你三十年代是相當OK的 而且你要想一下背景 一九三九年 即是什麼呢 即是二次大戰是正在打 美國人是會拍到比較輕鬆 可能一些人不想那麼heavy的電影 你看完就覺得很開心 大庭言結局 即是說去《低級錯》 其實周星馳之前很搞笑 那些戲全部都是 即是說真的 搞笑都是離不開屎尿屁的 但是他 他都有類似的東西 都是弄個燒皮尼線 之後又是扣女仔 都是離不開那些東西 都是這些 例如他有一幕好笑的 那個律師 為什麼要找律師來幫忙呢 就是當時說 那個主角 男主角 就存了一筆錢 想收購了馬戲團 就是被華人拿了 他就找個律師來幫忙 查案之餘 還要打官司 看看怎樣可以拿回 賺錢 之後買回Circus 這個律師是很色的 很色的 突然間上火車調查的時候 突然看到一個美女經過 這個一定是很重要的證人 那些你明白嗎 但你拿去1939年其實挺好笑的 去到的時候他關上門 突然說 這個證人不需要 那些你明白嗎 我就覺得 OK 其實 最後還好笑 然後他去到找那個 他不知是認識的什麼人 是有錢婆 突然間 屈人家 跟他一起 屈人家 要請那個Circus 之後就屈人家 買回那些錢 是很爛的 但是你加上一些音樂 一些爛的表演 黑白的那套電影 你覺得 挺好笑 OK 現在我們有一個DVD 可以播就行了 是啊 我接下來一定有很多 一定我會找多一些以前那些 舊的中文 國語 甚至美國 一些舊片 裡面的那些音樂 其實很有趣 剛才我剛才說了 Lydia 你正常音樂 你怎會無端端去播 對不對 我也深信主流傳媒 真的不捨你 我告訴你 那說回這集的主題 這集的主題 也是說得像 大氣電波 究竟是什麼主題 其實我也不知道 是啊 我沒有告訴你Bosco 保持神秘感 保持神秘感 為什麼呢 我要問一下Bosco 為什麼呢 因為你知道 網台 網上的電台 和大氣電波的電台 其實是一個相當不同的文化 上次你那個朋友上過的電視 哦 你說的電產 哦 我們也有台 有網台 他們也是網台 但是大氣電波和網台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大氣電波就是因為你的所謂的頻率 已經發放在空氣之中 無論是Fm或者是Am 你某個程度上 你就可能需要一個收音機 你去接通它的時候 純粹就是你憑你的意願 甚至憑你的不知情下 你去扭到一些你突然覺得 很有趣的 不如聽下去 一個情況是這樣去聽 是發放式 是大眾式 所以為什麼大氣電波的管制會比較嚴重呢 因為畢竟都是用公共的大氣 對 任何人都收到的 但是網台是另一回事 網台是如果你不是故意 你不是用心 你不是給人傳給你 你根本不可能會聽一個網台 意識層 意識形態是很不同的 一個是故意 一個是可以好無意識 以前我們也是 以前我們的年代 我們是收音機年代的人 我們是會放學 開收音機做功課 開收音機做工作 開收音機做工作等等 甚至 吃飯也真的是開收音機 我們 我們都會 我開電視 小時候電視撈飯 我們不會 因為我們說明電視吃飯很不健康 對 很不健康 我們心機 有時候媽媽要追劇集 那也要開 是媽媽 通常是我們媽媽不給看電視 阿婆不給看電視 我們是不會看電視吃飯的 我小時候 有一陣子 爸爸是不給開電視 為什麼呢 我經常看 我是回下午班 朝早上自己打開來看 看完閃電全真機 之後就看教育電視 朝早自己在看 我覺得很好看 爸爸不給開 你被他的年代閃電全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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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是嗎 430是我很小時候 我是430 我還記得我看第一集 周星馳 不是 張國強 張國強 還有 糟了 我也不知道誰是張國強 我都不怕 真的嗎 是啊 年代真的過他 那時候不給他看電視 雖然爸爸不在 但管得很嚴 總之不准開 有時候他拔了電掣 小時候不懂得插電 那我一看 我就開三機聽 哦 這個是對的 是啊 我是聰明的 你的年代在香港 小時候開三機 是聽香港電台還是商業電台 我是聽RTHK Radio 2 那應該是 早上你聽的話 應該是歐瑞強 不是 有個女生有些問答遊戲 問答遊戲 我忘記了什麼 不是啊 你早上聽 十點多歐瑞強 十點至十二點 歐瑞強 歐瑞強八幾年 是不是已經 不是八幾年 我想 九幾年 九幾年 那他應該離開了 八十年代尾 他離開香港電台第二台 十點至十二點 離開了 九十年代已經參加中業了 你真是細胞 九十年代中業的港台 十點至十二點 應該是梁繼章的封蘇法會人 我忘記了是什麼 應該是 總之好像有歌節目 還是你聽錯了第一台 香港電台第一台 RTHK Radio 2 那應該是 首歌我還會唱 應該是封蘇法會人 可能是 不出奇 但記憶可能就 扭亂了 其他節目 都不出奇 所以你也是聽心機的人 其實兩個文化很不同 一個是你故意去聽 一個是你可以扭亂了 喜歡聽什麼就聽什麼 你隨時可以選擇 文化是在變的 但是我想說 你知道 香港有兩種人 我和你同一種人 為什麼呢 就是聽收音機的人 香港有一些人 是一輩子都不聽收音機的 他不知道什麼是收音機節目 他們收音機很陌生 他們不會回家領開收音機 他們只會看電視 其實不出奇 尤其是現在的社會 你平時都是回家看電視上網 很少接觸收音機 以前為什麼收音機 一來電視沒有那麼普及 一開始的時候 沒有電腦 沒有電腦 或者以前工廠製造業 比較浮沫的時候 即是你上班沒有來開電視 你載著衣服 會載著手 通常做工廠都會聽收音機 也是 還有很多 很多點唱節目 那時候 我想問你 你試過點唱沒有 試過 香港就試不到 因為太多人打 你經常都打不通 你在美國試 我在美國試 雖然我在那裏也嘗試一個音樂 但之前我比較小的時候 我也有聽收音機節目 因為我剛剛去到美國的時候 由於我們的收音機遲了 沒有電視看 所以晚上聽收音機 那裏也有唐人 即是中國人 講廣東話的節目 後來我當過電台 他有幾個 有兩個台 兩三個台 那麼多的主持人不是是Leo 不是 我經常跟他講 我經常跟他出門的時候 說真的 我小時候就真的 你都接了我 你真是壞 然後Leo說 你真是壞 我說不是真的 我扭了心機 我聽到葉寧跟肥仔說話 肥仔 都不知道好 還是好笑 死仔 你點唱是何時點唱的 點唱是在美國的 都有點唱 也是中文電台 中文電台 但是我記得第一次點唱 那時候的節目 就不是我以前做的那一家 是另外一家 但是點什麼呢 那時候有小時候的關係 不知道點什麼 然後打通了 然後就怎麼樣 當你無載的時候 當然是找媽媽 媽 我猜到了 譚詠麟 沒錯 愛在心 沒錯 沒錯 你媽媽真的喜歡她 當然 你這樣問她 第一個反正動作 當然是回答查皮倫 查皮倫她什麼歌 當然是她所喝歌 但是你點了歌 你有沒有點給誰聽呢 當時 有的 我是很老套 當然點給媽媽聽 我這首歌媽媽選的 點什麼媽媽聽 還有點給你聽 就是跟DJ說 哎呦很老套 最老套這件事 我告訴你 好啊 真的好 想起都老套 點給你聽 謝謝 後來自己做DJ 我覺得這些真是很老套 就是老華僑的動作 千萬不要做這件事 那我怎麼說呢 至遠其說 我都年輕過 有小迷失的年代 然後點給三機旁邊的聽眾聽 我呢 就應該如無意外 你點給誰聽 我就從來沒有點過唱 是嗎 因為我覺得其實點唱挺老套 有時候你聽得多 我覺得三機有個魔力 就是一種互動的感覺 沒錯 如果你真的聽到其他人打上去 你會想打我 我不喜歡這首歌 我有另一首 我喜歡的 譬如你剛剛聽完張國榮 我是譚永倫的粉絲 但是我沒有點過唱 我有打過上電台 是嗎 我打電台 說非是玩遊戲節目 兩樣東西 第一樣你猜中了 玩遊戲節目 我輸了 這些就是家醜不外傳 所以我不告訴你什麼時候玩 還是玩什麼 第一 第二 我通常 我講出來 有些人認識我 就很適合我性格 我打電話上去 投訴 是投訴節目嗎 不是 投訴電台 因為那次 我還記得那次是什麼 那次就是電台說 你聽眾對於我這個電台有什麼不滿 你打電話上來 終於他是做LINE 哪個台 我還錄下了 我呢 不說了 有一個台 有一個女DJ 當年 當年 我覺得真的很難頂 經常做節目 訪問人的時候 真的 真的 永遠都是把自己做出來 女DJ 訪問人 不過 你不要誤會 我知心的 不是 我知道 你想錯了 因為那個是比較做新聞性節目 我覺得 不是姓居那個 姓居那個 姓居 我不是 他 不是 我不會投訴他 這個是他的風格 我問那個新聞比較重的節目那個女DJ 你真的每次聽她做訪問 你真的覺得 喂 怎樣啊 明明訪問人好像捧自己 我就直接on air去投訴他 新聞多些 例如那些特備節目 即是逢星期六日那些 這個真的不知道 我認識的女DJ 訪問節目 除了姓居那個 就是姓水那個 不是那些 不是輕鬆娛樂 有些牽涉到政治社會 政治社會 所以我才會生氣 你不是在娛樂 你應該是一個社會文化 我直接on air 我就投訴 當時我還未入行 我還是on air 最高興的就是 他真的直播 他沒有延遲三秒 我聽得回 你明白我 我正在錄製 你明白我高興 美國我們都會延遲的 現場節目 你知道的 有些人真的不小心 爆了衝 香港有個台 現在還在延遲 不是商臺 不是商臺 有些時候 有適當的 延遲會好些 延遲三秒 為了延遲 延遲延遲 延遲延遲 但算了 我覺得延遲延遲 有什麼意思 你延遲延遲 又不是你 所以很奇怪 你出街 是呀 你出街 但延遲延遲 延遲延遲 這個真是香港 迷你境界的地方 延遲延遲 延遲 延遲 當時投訴 我就說 我真的接受不了這個DJ 經常訪問的時候 都只是埋頭去鼓勵 即是捧自己 也不是好 給那些嘉賓說話 訪問那嘉賓 可能十句裏面 有六句是DJ自己說的 你可不可以提一提那位DJ 很尷尬 不是 因為他是在說他的同事 那個節目主持人就說 嗯 真是很好的意見 我一定會告訴那個DJ 我相信很多聽眾都有同樣的感覺 很明顯就是那個DJ 和那個DJ有心病 我心想 很快就這樣 很開心 有人窩意 而且那個DJ真的做得很差 那個DJ 那時候就是做這些事情 還有 後來我試過打很多電話上電台 都是去挑戰一些嘉賓 包括我講過一個case 就是 我曾經 十年前 沒有 八年前 即是科網頁最高的時候 有一次 小小超去了某電台 有一個朋友叫我 喂 小小超上電台 你有沒有問他 我有 直播是嗎 沒有延遲是嗎 好 新聞節目 半來定 半來定 那個監製不知道那個是我 早上 他問什麼呢 很好笑的 聽一首歌回來 下一節我告訴你 我問他什麼 他回答我什麼 這個叫什麼 直倒小小超 直倒小小超 聽過DVD版的歌 就是Sanay O'Connell 那我想問他教的時候 因為他有兩個file 是 這個file 他現在這裡有沒有展示出來 沒有的 即是他一直是順下去這樣一首 是嗎 他現在展示了幾首歌 你第幾首先 如果順下去 他就是1 2 3 4 5 6 7 8 9 第九首 第九首 好 試一試 試一試 給少少intro聽聽 好 大家 是嗎 是不是這首呢 好 好 知道嗎 我呢 就要介紹一首 這個 因為這隻碟呢 這隻DVD呢 就是Sanay O'Connell 那時候什麼時候出的 2003年出的 是 就是播放他90年代 一些Live Show OK 沒有Soundtrack出過 沒有CD出過 這個Version 我懷疑還有一個chapter 我不知道是不是是偷錄的 根本就 有一個就是比較full version 就把兩個不同的Live Show 就出了這隻DVD 那我就想給大家聽一首 Live Show 他就 這個 他當時寫的 就是1990年10月30日 在荷蘭的六特丹的一個Show 是 唱的這首 我覺得很棒的 Sanay O'Connell的一首英文歌 叫什麼呢 它叫Feel So Different OK 但是呢 等一下 1 2 3 4 5 6 7 8 9 我懷疑剛才那首是上一首歌的 因為我想播放Feel So Different 不如大家聽眾和我一起再聽一次的intro 第十首試一下行不行 是不是你的首 不是 等一會 即是下首 你試一下按下首 看看那個intro是否這樣 他出不了下首 像是這個 你不要認識了 由他播放下去 好 沒錯 Feel So Different 為什麼呢 這個Live版 我覺得正之餘 我曾經 當年90年代 我曾經製作過一首 當年90年代 我製作過這首歌 給我的朋友去聽 在美國的時候 播放這首CD版的Feel So Different 然後播放一下 他立刻按停機 給我 他說你要我聽這首歌 開車 我會撞的 你看看你們聽著這首歌的時候 會不會撞的 會不會撞的